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极具掺透力的嗓音和深入人心的感染力迅速地征服了内地观众 全本无数 严明熙 小小年纪便能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站稳脚跟 成为万众瞩目的乐坛星星 先后在香港和内地唱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 她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有啥过人之处呢 第一 由于各种原因 她从小就远离了父母 而是与姑姑姑父生活在一起 但姑姑姑父对她视如己出 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 这也让严明熙的孤独的内心逐渐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同时也让她从小就养成了独立的人格和坚强的品质 另外 她的姑父可以说是她歌唱事业的领路人 在她小的时候 一个偶然的机会 她喜欢上了《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 还喜欢模仿里面的选手 她的姑父发现了这个秘密 于是 她的姑父不惜花费重金来培养她 因此 她的姑父对她的细心培养 为她日后的一炮而红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 她确实天赋过人 实力超群 她的声音急剧穿透力 让人回味无穷 就拿肥肥这首歌来说 我们不仅听到了美妙的乐章 还听到了情绪与情感的变化 另外 在歌声中 我们不仅听到了传统港乐的味道 也听到了融合现代化元素的新派流行乐 二者竟然毫无违和感 惊艳纵人 这也形成了她独一无二的风格 严明熙 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潜力猩猩 天生对舞台充满了热爱 一出场就惊艳众人 她凭借不俗的唱功 独特的音色 饱满的情感 娴熟的技巧 成功俘获了一大批粉丝 成为香港乐坛的希望 虽然严明熙火了 得到了很多乐坛前辈的赞美 但严明熙并没有沉浸在功劳部中 而是不忘初心 珍惜每一个演出机会 认真准备 用超乎常日的努力 来回报前辈们的提携和粉丝的支持 希望严明熙能够在节赛里 多创作一些带有个人特色的原创歌曲 毕竟 创作型歌手才能有持续的竞争力 带给观众更多的惊喜 成为真正的实力派歌手 自从拿下生梦传奇的三料冠军之后 他又参加了2021大晚曲中秋电影音乐晚会 与周立琪 方立身等共同演唱了歌曲《狮子山下》 虽然这时的他已经在香港的娱乐圈有了一定的地位 但是在大陆的网友印象中 他的知名度并不高 2022年4月份 他参加了献礼节目《声声不息》 凭借自己的实力 让杨千华的团队获得了荣耀战队 他也拿下了新火传承奖 由于这档节目是在湖南卫视播放 也受到了不少大陆网友的喜欢 他的粉丝量也是加倍增长 更得到不少前辈的增赞 纷纷表示他可能成为天后级别的人物 8月14日 香港媒体爆出 他最新接受采访信息 还爆出他四个月的收入 据了解 自从他出名之后 便接下了差不多十条的广告 再加上参加综艺节目的收获的200万 由今的他身价已经过千万 名称公就的他 被记者采访时表示 拥有这么多钱之后 针对自己来说只是一个数字 我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面对突然爆红 不少人是无法把控钱财的 从而迷失了自己 变成别人的笑话 世人都有这一刻 他也不例外 好在有演艺圈的前辈及时点信 据他透露 不少圈内的前辈经常对自己说 做事不能太过于自信 时刻要保持谦卑 听到这些建议之后 他的头脑始终保持清醒 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就没有刻意强求 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自从进入签化队之后 杨签化就经常指点他 之前他每次演出都追求完美 让他的心理压力非常大 根本做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杨签化看到这一点 告诫他 如果总是做到完美 没有失败过 当你回头看的时候 会错过了最美好的时刻 那就是与粉丝一起经历 高低起跌的时光 听了杨签化的话之后 他才放下心中的压力 感觉做事情比以前轻松了许多 也被杨签化的这句话点醒了 除了他之外 导师叶倩文也经常开导他 他这个年纪 在叶倩文的眼中就好比孙女一般 大家都知道 17岁的孩子正在上学 他也不例外 经过前辈的指点之后 他并没有放弃学业 即便在国内参加活动 依然还在学习 他也是快参加高考了 在这种情况下 事业上的时间会比较少 有人为他感到惋惜 但他并不这样认为 感觉还是以学习为主 这样做才不会让自己后悔 8月14号 港媒晒出闫明西的最新采访 并曝光他四个月的收入 不得不说 闫明西真的是港圈中的新生代力量代表 17岁就能赚到百万 而且胜不骄 败不内 学业 事业 两不悟 这样的天才人物 如果好好打拼 成就不可限量 据了解 闫明西自从入行之后 便接下了差不多10条广告 再加上参加生生不惜收获的200万 如今的他已经身价几千万 面对工程名就 闫明西表示 自己对金钱看得并不那么重要 拥有金钱后 希望帮助更多的人 以及完成自己购买十层楼的愿望 面对突然爆货 相信大多数人都无法把握这种力量 从而迷失自己 成为笑柄 闫明西也有这一刻 不过好在前辈杨千华及时点心了他 据闫明西透露 不少前辈家人一直提点他 不可以太过于自信 要时刻保持谦卑 这些意见让其始终保持清醒 一些事情也不必刻意强求 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生生不息中 闫明西除了获得杨千华的指点之外 还获得叶千文的开道 尤其是杨千华的一句话 让其受益匪浅 据了解 闫明西每次演出的时候都追求完美 往往这样的性格会使得结果并不如人意 所以杨千华告继闫明西 如果一下子做到完美 没有尝过失败 回头看 最可惜的是错过于粉丝们一起经历高低 起跌的时光 这句话使得闫明西一下子看开了许多 也将起点性 现在的闫明西因为还没有毕业 所以需要兼顾学业 对于很多人来说 事业也许会分散学业的经历 但闫明西却恰恰相反 事业成功的同时 他的学业也是有了很大的进步 即便在大陆工作期间仍然没有放弃学习 叶明西表示 升到大学之后 他想学习一些时装设计 并进修音乐 未来将会以歌后为目标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 感谢观看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